人權團體攜手新疆在教育營的幸存者 站在英國外交部大樓外舉牌抗議 近日傳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 土尼雅茲有計畫返回英國 並可能或安排與英國外交官會面 示威者幾乎不能讓他踏上英國領土 示威者表示已經有大量證據 證明中共迫害新疆維吾爾族人 質疑英國政府憑什麼容許 侵害人權的新疆官員到訪英國 他們要求外交大臣科維利 出面給他們一個交代 政府卻不派官員接見 只澄清沒有邀請土尼雅茲 也沒有跡象證明他真的會來訪 但國會議員不買單 英國議員到場聲援抗議表示 美國早在2021年就認定 新疆出現種族清洗 並對土尼雅茲祭出制裁 英國政府卻遲遲沒有跟進 議員敦促政府亡羊不牢 甚至提議如果土尼雅茲降落 英國就馬上拘捕起訴他 我告訴你最困難的是 他不能在這國家上 如果他做的話 就讓我們放一個公共犯署 英國首相蘇納克 一直被黨內外人士指控 對中國的立場模糊不夠強硬 如今政府高層踢爆 中國的間諜氣球 也有可能曾經飛越英國空域 英國前首相特拉斯17號 也將在日本發表演說 預計將再次提起中國威脅 蘇納克如何應對外界施壓 備受關注 金新聞電視中王主音報導 大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